第一题,每周同一时间记录某植物的生长高度,连续5周的数据为A1等于1,A2等于2,A3等于5,A4等于16,A5等于65,TJ等于T,乘上T-1,乘上T-2,乘上等等,乘上3,乘上2,乘上1 请问此成长高度,数类满足下类选项中哪一个式子? 要听一次,某植物它的生长高度连续5周它的数据A1,A2,A3,A4跟A5 所以我们这边就把它写成一个数类叫做An,所以这个数据第一项叫1,第二项叫2,第三项叫做是5,第四项叫16,第五项是6,15 所以接着呢,我们来检查这五项哪一项呢,是跟它的数据是一样的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选项1,那么选项1呢,这个关系是4A,T加1项 那么就会等于3倍的A的T项,再减掉1 那所以呢,当T带0的时候,也就是初始值 那这个初始值呢,每一项,当然都是A1 所以呢,A1这一项,那么就会等于1 接着呢,我们来看A2 那么A2带入这个关系式的时候,就是呢,这个T值要等于1的时候 所以呢,就是3倍的A1,再减掉1 那么因此就是3乘1,减1,我们得到12 那所以呢,12跟这个原始的12正确啦 接着我们再来看呢,A3这一项 那么A3这一项呢,根据关系式 3倍的A2,再减掉1 那所以呢,就等于326,减1,得到了45 那么也是正确的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第四项,也就是呢,A4 所以呢,关系式就是3倍的A3,再减掉1 那么因此就等于呢,3515,减1,我们得到呢,44 14,我们得到14是第四项,人家的第四项呢,是16 那么因此呢,这里是不正确的 啊,所以呢,我们就得知选项1,它是不正确的 我们来看呢,选项2 AT加一项等于AT,加上T平方 T等于1234 选项2呢,关系是AT加一项等于AT项,加上T平方 那么因此呢,A1项还是等于呢,初始值得1 所以呢,我们再来计算A2项 那么A2项一样呢,T值我们就要带1 所以A2根据这个关系式,那么就是A1 再加上呢,1的平方 那么因此A1是11加上1 结果呢,我们得到12 所以呢,2是正确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呢,第三项 第三项的意思呢,那么就等于A2 再加上这里呢,是2的平方 所以呢,就会等于2 再加上呢,2的平方是4 相加结果呢,得到46 但是呢,题目第三项是5 我们这边得到16 可见呢,它是不正确的 所以呢,第二小题选项2呢,它是不正确的 我们来看选项3 AT加一项等于T倍的AT项加1 T等于1234 选项3呢,它的关系是AT加一项等于T倍的AT项加上1 所以呢,它的初始值A1 那么也是等于1 所以呢,我们再来看它的第二项A2 那么A2的意思呢,就是T带1的时候 所以呢,根据这个关系是 那么就等于1乘上A1 再加上1 所以呢,就是1加1得到42 那么因此第二项正确啦 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它的第三项A3 所以呢,A3就是T带2 那么因此呢,是2倍的A2 再加上1,那么因此就等于2乘2 4加1得到呢,是5 所以呢,第三项5正确啦 我们再来看呢,第四项A4 那么A4呢,就会等于3倍的A3 再加上1 所以呢,就会等于3乘5 15加1,16 所以16这一项也对啦 我们再来看呢,它的第五项A5 所以呢,A5就是4倍的A4 再加上1 所以呢,就等于4乘16 也有64加1 所以呢,是65 65这一项也是正确的 那么因此呢,选项3是正确的 我们来看选项4 AT项等于T阶层 T等于12345 选项4呢,关系是AT项等于T的阶层 所以呢,我们来看A1第一项 A1第一项呢,就是1阶层 所以1阶层的意思呢,就是1 我们来看第二项A2 A2的意思呢,就是2阶层 那么2阶层就是2乘上1 所以呢,等于2第二项也是正确的 我们来看呢,第三项 那么第三项就是3阶层 3阶层呢,是3乘上2再乘上1 那么相乘结果呢,得到16 但是呢,它的第三项是5 这里的第三项是6,可见呢,它是不正确的 所以呢,选项4是不正确的 我们来看呢,选项5 AT项等于2的T次方减1 T等于12345 选项5呢,关系4是AT项等于2的T次方减1 所以呢,我们来看第一项 第一项呢,就是T大1 那么因此呢,就等于2的一次方再减掉1 所以呢,我们得到是1 那么1呢,是正确的 我们再来看呢,第二项A2 所以呢,A2就等于2的二次方再减掉1 所以呢,是4减掉1 我们得到呢,是3 那么3呢,第二项 题目呢,是2 我们这边呢,是3 所以可见呢,它是不正确的 选项5呢,它是不正确的 那么因此题目说呢 这个成长高度的数列满足 下列哪一个选项 所以呢,经过我们计算结果 那么选项3呢,是满足的 那么因此呢,选项3 就是我们的答案